大家好,我是愤怒的调音师 欢迎又回来有生素的后期教程 上一个视频我们讲了 用噪声门去除口水声、呼吸声 还有鼠标点击声的方法 最后又讲了如何用第三方的插件 Wave洗达MS1 来去掉一些已经跟人生融合的环境噪音 但有些同学可能会问 为什么不用那些先采样 然后再降噪的插件呢 那样的插件降噪效果不是更好吗 首先我们演示的音频里面 基本没有环境噪音的问题 只有口水声、呼吸声和鼠标点击声的问题 所以只用了噪声门就能处理好这些问题 实际上是不需要用到WaveMS1的 MS1只是为了作为一个补充的知识来讲解 视频中也强调了 MS1这样的插件不是一定要加的 只有你发现真的出现了和人生已经融合 无法用噪声门分离的噪音 才用MS1 例如环境噪音、设备抵造 而且用MS1的原因也是很简单 因为傻瓜非常傻瓜 它只有一个推子 推一下就能解决环境噪音和设备抵造的问题 所以用来给噪声门打辅助用的 但MS1作为一个傻瓜化的降噪插件 处理一些本身没啥环境噪音 性噪比已经很高的音频 是可以的 但假如环境噪音 或者是被抵造已经达到 诱耳可听的程度 那就不是单纯的降噪 而是降噪修复的程度 就是说这个音轨已经坏掉了 不能直接用了 只能通过修复的手段后才能用 这样的降噪修复音频 我以前也出过一个教程 用AU软件自带的降噪采样效果器 给噪音很大的音频降噪 可惜Studio N5自带的效果器里面 没有这样的插件 所以又得使用第三方插件 Wave C X-Noise 这款插件使用也很简单 点插件的这个Learn 然后播放音频文件中 空白位置的纯噪音部分 X-Noise就会对这样的噪音进行采样 点面Learn 采样完成 然后调整这里的预值和衰减量就可以了 操作也非常傻瓜 调整预值 就是左边图示中的这个白线 把这个采样后的白线位置 保持高过输入信号的这个红线就可以了 然后调整衰减的百分比 一般设置在50-60就差不多了 基本就搞定了 下面我们用这一段音频 分别听听MSE和X-Noise的处理效果 注意这段音频 前半部分噪音比较小 后半部分噪音非常大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愤怒的甜食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愤怒的甜食 大家好 我是愤怒的甜食 大家好 我是愤怒的甜师 大家好 我是愤怒的甜师 大家好 我是愤怒的甜师 是不是发现X-Noise的处理效果比较好 特别是处理噪音比较大的后半部分 噪音特别大的时候 才能感受出它的处理效果 而MS1处理前面这一段 噪音比较少的部分还可以 但如果处理后面噪音大的就不行了 如果把MS1的推子推高点 也不行吗 我们细细 大家好 我是愤怒的甜师 大家好 我是愤怒的甜师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愤怒的甜师 大家好 我是愤怒的甜师 是不是发现推高后 噪音是少了点 但后半部分的人声 还是夹杂着很多噪音 而且MS1把人声中的大部分的频率 也给处理掉了 所以由此可以看出 X-Noise处理噪音的能力是更强的 但是你们用的时候可能会发现 怎么我用X-Noise 预值和衰减和你调的一样 但是人声中的噪音还是没有被去掉 人声还是夹杂着噪音呢 是因为这里的 释放时间没有改 默认是300毫秒的 一般改短一点 改成50毫秒就行了 不行就再改成10毫秒 当然太短可能会出现 啪啪啪的数字噪音 大家用的时候 注意一下这些参数就好了 当然这些参数的具体原理就不讲了 我们这套有声书的后期教程 针对的是小白和宝妈们 所以主张的是拿来主意 能用能赚钱就行了 不用过多的深入考究 如果想考研 想刨根问底 死才烂打的同学 可以去Waves的官网 或者网上收下相关的教程就行了 好了看到这里 大家应该都知道 MS1和X-Noise的区别了 实际上你会发现 X-Noise更强 更适合处理那些 噪音大的不要不要 得靠修复后才能用的音轨 而MS1则是快速处理 环境噪音或者底噪 不严重的情况 所以使用时按照实际的情况来算 则就好了 当然 无论是MS1 或者是X-Noise 实际上对于音轨的音质 都是有损害的 MS1还好 我们用它 基本都是 轻轻带过 把推纸设置在 10到15之间就好了 基本不怎么吃音色 但要用到X-Noise 那肯定是已经并入高荒 处理后 基本音质就降低到 非常低的水平 无论你多少万的设备 露出来的音轨 经过X-Noise大修后 听起来就像几百块的 电子垃圾露出来的 所以实际上 玩录音混音这么多年 我是没有用过X-Noise 甚至MS1也没有用过 为了给大家讲解降噪 才去学了一下怎么用它们 因为正常玩音乐玩混音的 不会遇到噪音太大的音轨 连轻微的噪音基本都没有 真的发现有噪音 基本就打回去重录 对的 要求就是这么高 或者说录音的人 对自己的录音 要求就是这么高的 但我发现有声疏这边 好像录音录到一大堆噪音 然后降噪处理 已经成为了共识 或者说习以为常 所以一开始我是震惊的 什么鬼 后来我就明白了 这都是过分追求 要电源话筒录音带来的恶果 我认识有些主播就是 有钱了 就去买实贵实贵的电源话筒 结果拿回家录音发现 话筒灵敏到飞起来 录音时 脚趾抠一下拖鞋的声音 都被录下来了 更别说外面的马路声 电脑风扇声 甚至录音 都是大夏天 含内关空调 举着上来录的 录完还要降噪后才能用 硬是把几万块的设备 录成几百块的音色 为什么不用动圈话筒呢 因为我看那些大佬主播 和录音棚都是用电源话筒了啦 那你不看看大佬 多有钱 家 都是独栋别墅 还花了几万 十几万做了声学装修 空调都是静音空调 你怎么比 录音棚就更不用说了 人家光是做隔音的成本 可能就上百万了 所以声学环境不好的同学 换个动圈话筒啦 但是动圈话筒音质不好啊 人家开演唱会都没觉得 动圈话筒音质不好 你怎么录个有声书音质要求 就比人家开演唱会的要高呢 那是你不会给话筒做EQ 但不用怕 后面的课程就有教怎么调EQ 所以如果有环境照应的同学 真的可以考虑换一只动圈话筒 而且最重要的是 刚好老组有卖哦 好多音质又好的 动圈话筒老组也有哦 绝对不坑你小白 粉丝还有优惠哦 最后大家一定要记住 声卡话筒耳机音箱等等各种录音直播设备 楼主都有卖哦 买设备找愤怒的调音师 宝宝搜索愤怒的调音师 对就是这两家 楼主的京东店也已经开了哦 京东请照声乐器专营店 已经为你准备了 性价比最高最专业的录音直播设备 谢谢支持